基隆市议会总执询 市议员张芳丽准备充足的资料 向各局处一一提出执询 其中特别针对防空避难所的设置 以及老人福利问题 向警察局和社会处提出执询 这次的科技这些发展 我们也看过电视、工具、修正的恐怖 这次是都藏在地下里面 很沉的地方 我知道你说一个香港避难所 你不要离去又好 你又有办法走 你离去又完全没办法走 那温室没完 所以我现在是要跟 这个检察局 要来跟您探讨 就是说 这个香港避难所 现主持有国需要 因为鸡人有地下室的这个都是大部分都是店鸡 店鸡更多 如果更大型的社区的地下室都是在做什么 做停车庁 都在做停车庁 所以你说要来救他来镜空 就是我来请教我们这个 这个建策局 这个香港避难所的 输用的目的 过来呢 我就是要来 跟我们的社会处 社会处 我们的洋处长 提前一项事情 就是赞金 你拿来 是我有跟你建议一项事情 我们社会处的自治条例 里面 主题条例里面 有一项说 你若是在家人 把家庭牵出去之后 你就永远没有办法 你如果再牵回来 永远没有办法去享受到 你常要够人家 够享受的福利 所以有一些老人 他就 我们都知道 有时候有临时 有什么状况 还是什么 就是需要老人家的 后面牵出去 但是他没多久 他说我已经在这里 住了六七十年了 但是我就为了要办 办什么事情 我这样牵出去 但是我回来 没有了 我这个福利就永远就消失去了 所以你们这个自治条例里面 要改 不要紧 你说你牵出去 一年后还是两年后三年后 全都回来 你要经贵多久 看是一年后 才能够享受就够人家 这个老人的福利 老人的福利 也不是很多 但是老人看得到就欢喜了 对不对 所以这点 我希望 我们的市长 稍 给我倒主意 因为我有答应 那些老人说 我一定会把你这段工作 和这个市政务欢迎 而针对所质询的各项问题 市议员张芳丽也请在场的局处首长 不用立即答询回复 但请各局处务必要笔记下来 可事后再书面回复 他也期许市长谢国良带领的新市府团队 尽全力来为民众服务 让基隆平平安安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